來 現在請各位打開第二本的第二頁內容 再講到天王部分 我們第一部分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包含了宇宙 包含了故地球 包含了大氣 包含了海洋的概論 來 在講宇宙概論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所謂的大霹靂說 霹靂 換兩個字 爆炸 在各位過去 學測時代的 考古題裡面 大霹靂說 誰說的 有人說 哈勃先生 答案是錯的 答案是加莫夫 哈勃先生 利用望遠鏡 觀測技術 證明 加莫夫先生是對的 因此我們會看到 大霹靂說在講什麼呢 各位家們 一開始認為 宇宙的狀態 微小例子 我接受 原始火球 我也接受 而且我喜歡 這個說法 因為 這個字 這個字 說明了 宇宙一開始的狀態 小 體積非常小 火 溫度非常的高 帶回各位 國中的理化觀念 溫度小 溫度低 溫度高 體積小 就會導致壓力非常大 壓力非常大的狀況下 不穩定 就會發生了 爆炸 爆炸的結果 形成了氫 形成了氦 形成了氦的 原子核 核裡面有子子跟中子 電子是在核外 所以說爆炸初期 並沒有電子的生成 只有氫子跟中子 而且爆炸的初期 體積不大 空間也有限 就在這個 有限的空間裡面 因為碰撞 產生了融合 而形成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元素 各位家們 把這個階段 稱之為 星雲 而星雲 每其名叫各種 以氫 以害 為主 今天我們會看到 四個問題 答案是氫害的 回到學策題目裡面 下列哪些敘述答案 並非氫與氫 比如說 太陽的組成 目前 宇宙中最多的元素 還有 星雲的組成 還有一個 原始大氣 一散到太空中的 還是誰 青根亥 甚至於 更進階的問題 加莫夫先生 描述 有宇宙的緣起 利用了大批一說 但是這個爆炸 發生在多久以前 這是已故的一位天文學家 我相信各位在高中 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叫做霍金 霍金教授 就是地勇 氫害 在宇宙中的比例 推算出來宇宙 至今 137億 換句話說 在137億年前的某一天 發生了爆炸 而形成今天的宇宙 來 星雲爆炸之後 會慢慢的冷卻 形成了 基本單位 恆星 恆星 當然各位有聽過 我相信各位在生物 有個觀念 組成人體的基本單位 叫做 細胞 細胞形成了組織 組織形成了 器官 器官形成了 系統 系統形成了 個體 五個等級 來 借我一下 恆星 很多個恆星 組成了星團 很多個星團 組成了星 系 很多個星系 組成了星系 群 很多個星系群 組成了 宇宙 五個等級 這時候 我相信各位同學 坐在電腦前面 會想到 恆星 星團 星系 星系群 宇宙 怎麼沒有聽到星座 對不起 星座並不代表 宇宙的組織 這邊 老師要先 暫停一下 要跟各位講 我歡迎同學 在線上提問題 地球科學是個 物實的科學 沒有神明的色彩 你不要在線上討論 我是什麼星座 有什麼特質 No 第二個 既然是沒有神秘的色彩 在線上提問的時候 當然有 各位學長 學姐們 曾經在課堂上 直接問我 老師 印度神童 的預言 是不是會發生 還有一個老高 還有什麼麻蓮姐 謝謝各位 那些在學測 通通不會出現 請各位專心 Focus 在課堂上的內容 好 在複習剛剛講的 恆星 組成了星 團 團 組成了 星 系 星系組成 星系 群 星系組成了 宇宙 國中被騙的題目 地球位於太陽系 對 錯呢 答案是錯的 地球位於什麼系 銀河系 好 但我們第三頁 會帶各位看太陽系 來 恆星 恆星的組成 是氫與氦 利用核融核 產生了光和熱 核融核 剛剛講 氫 氦 高中生 四個氫 融合成一個氦 氦 還會繼續融合成 碳 氧 鐵 涅 當恆星融合到鐵涅時候 恆星就面臨死亡 而恆星的死亡 就是發生了爆炸 爆炸的結果 又回了星雲 以上就是各位大批說 的一個國中級概念 可是各位是高中 咦 老師你為什麼把原來的實線 畫成的虛線 一定嗎 一定嗎 在後面有個單元 我先提出來 讓各位先了解 算算周期 各位明年的學者 應該會出現赫羅圖 因為 赫羅圖在每一次 教材經歷了修改的隔年 赫羅圖都會出現 這兩個科學家 利用一個坐標圖 描述 橫星的一生 橫坐標 星色 重坐標 星等 來 帶回各位小學 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教你中華民國的國旗顏色 記憶的口訣 記憶的口訣 晴天 白日 滿地紅 把這觀念借我一下 晴天 白日 滿地紅 心色 代表星球的表面溫度 藍色 溫度較高 紅色 紅色 溫度較低 但是 這是小學的 借用一下 高中生 七大普區 O B A F G K M 這個我們等日後 再來做討論 行等呢 再把各位國中一年級竖線的觀念借我 竖線上面有零有負有小數 心等同樣有零有負有小數 但是呢 數線上 數字越大 代表值越大 可是呢 在心等上卻剛好顛倒過來 心等越小 星球越亮 心等越大 星球越暗 好 了解了橫座標跟重座標 所代表的意義之後 我們來看到這兩位科學家 利用這個座標圖 來描述橫星的一生 中間的這個 看起來好像是位的部分 我們稱之為主序代 橫星的一生 大部分都在這個主序代上面 生活著 星雲慢慢的冷卻 形成了第一代的橫星 我們稱之為藍色主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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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利用橫河消耗能量 又慢慢蜕變成了 紅色主序形 這時候 橫星的成分 主要是鐵跟膩 這時候 紅色主序形 會慢慢的脫離主序代 來到了這個位置 我們稱之為 紅巨星 就座標圖的意義來看 表面溫度比較低 但是亮度非常亮 就是在發生了 爆炸 爆炸的結果 Maybe 回來 但是老師剛剛說 一定會爆炸嗎 未必 當動能不足的時候 他回到這一塊 他回到這一塊 所以說 主序代 後落圖可以說明 橫星眼畫更清楚了 但是 各位同學也發現到了 但是是不是一定都會成為這個樣子 也是會有例外 但是 在高中的部分 我們不去討論 而且 在這主序代裡面 你沒有看到什麼 黑洞 高中 學生 不去討論黑洞 這時候你也不要告訴我 老師 小學時代 你們的神奇寶貝夢裡面 白洞 白洞 白色明夜等著我們 那白洞又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好嗎 好了 我 我 我 你